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丕暗中勾搭上了汉县帝的皇后扶手 当两人苟合的时候 被汉县帝在暗中撞见 但是懦弱的汉县帝却将此事隐忍下来 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 后来扶后事发 曹丕为扶后求情 汉县帝却不为所动 坚持让曹丕亲手杀死扶手 其实真实的历史却不是这样的 曹丕也就是后来的魏文帝 生于公元187年 小的时候很有才华 和曹丕以及他的弟曹之 被当时人共称为三曹 曹丕的家族是个大家族 兄弟多 人才也多 光是曹丕的儿子就一个聪明过一个 曹丕是曹丕和便夫人生的儿子 当时他并非世子 所以他不可能像电影中那样 一直怀揣着废掉汉县帝自立为王的年头 而且他那个时候正为了争夺世子之位处心积虑 像他那样聪明的人 不可能犯下勾当皇后的致命错误 因为这样不仅能让他世子之位无望 还可能因此丢了性命 福寿俱诏 而福寿是汉县帝的皇后 他贵为皇后 却因天子被曹丕挟持 其实并没有多少实权 为了帮汉县帝夺回帝权 更为了自己活命 他暗中写信请求他父亲的帮助 企图杀掉曹丕 然而 事情败露后 被曹丕派人幽禁在染防中而死 试想一下 如果伏后跟了曹丕 依然可以做个皇后 而且还是个有实权的皇后 而跟着汉县帝只能当个傀儡皇后 每天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设计谋害曹丕呢 所以说 电影只是一种艺术形式 并不能完全当作只是来看待 福寿之谋福寿 东汉县帝的皇后 山东人 是福战的后代 父亲福丸 母亲是汉皇帝的女儿杨安公主刘华 约于公元180年生 214年去世 享年34岁 她作为汉县帝的皇后 20年 福寿聚召汉县帝 想要诛杀国贼曹操 下了一代诏 令董成 刘备 吴子兰 光子福等人密谋铲除曹操 然而是请败露 与一代诏事件有关的人 除了刘备之外 全都被曹操杀死 被杀的这些人中 还有董成的女儿 当时已经成为了汉县帝贵人的董贵人 因董贵人怀有身孕 汉县帝向曹操求情 却被曹操拒绝 此次事件 让宫中人人自危 连身为皇后的福寿 也感受到了曹操的威胁 所以福寿给他父亲福丸写信 陈述了曹操的凶残狡猾 想让他帮助自己铲除曹操 福丸不敢动手 在第二年于幽聚之中死去 建安十九年 福丸密谋诛杀曹操的事件 和一代赵事件一样败露 曹操向汉县帝上表 称福寿包藏祸行 阴险毒辣 请求废除府皇后 在没有得到汉县帝的允许下 曹操派人统兵进入宫中 强行折拿福皇后 府皇后躲藏在暗室的墙壁中 被曹操的士兵找到 正当他们压着福皇后出来的时候 遇见了汉县帝 汉县帝见他披头散发的样子 皆叹不已 却又无可奈何 等到他们把福皇后压走之后 汉县帝问身边的人 天下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福皇后被人压到染房 强行关押起来 不久就去世了 和他一起受到牵连的 还有他和汉县帝的两个儿子 以及家族百余成员 版权声明 文章连与网络 如亲权请联系则编投稿信箱 tgfweizy.cn 欢迎您原创投稿 《论语古文观志》 实际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混音 论语凭文iftermış》 公司